这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叫月娘 不单做的一手最棒的辣椒酱 而且卖起娘惹高来也很有一套 这是有两个小混混趁机来捣乱 月娘直接就塞给他们满嘴辣椒酱 两个人被辣得狼狈逃窜 当天夜里那两个小混混偷偷来到月娘住的后院 光头哥刚往前走了几步 却被半马锁直接半倒趴在了地上 手下急忙上前搀扶 两人刚要起身逃跑时 月娘端着半盆开水就直接泼了过去 第二天月娘把刚熬好的药端给生病的外婆喝 月娘又见她身体一直没好转 就劝天兰去医院治疗 可她为了省钱坚决不答应 方圆夫妇带着全家老小也从英国回来了 阿棠 怎么就你一个下人 其他人 还有月娘小姐 桂花好奇地问她月娘小姐是谁 这时天兰拉着月娘来到了前厅 女人顿时惊地站了起来 我是菊香的女儿 单本阳界是我爸爸 花看到她一脸的疑惑 原来十年前 是她亲自将小月娘丢下汪洋大海的 我不能让她知道我还记得这件事 不然不知道她会怎么对付我 第二天月娘的外婆病情加重住进了医院 她寸步不离地在身边照顾她 月娘凡事都要忍 忍一忍就过去了 这天恰巧陈胜也在医院包扎伤口 她突然看到月娘从走廊经过 急忙起身就去追 妖二 我看到菊香了 她死不明目 回来了 看前面根本什么人都没有 原来她是误把月娘 看成了当年的聋哑菊香了 一向看不惯月娘的黄珍珠 处处找事刁难她 我房间里有很多蚊子 我让你把他们全部打死 这时月娘手里的谭鱼被囚打中 面的尿见了珍珠一身 要她顿时恼羞成怒 狠狠打了月娘一耳光 你是故意的 我没有 可珍珠却不依不饶 还想抬手在给她一巴掌时 却被玉珠及时拦住 那一集月娘说话顶撞桂花 惨遭多次鞭打 最后被珍珠强行推入井里